民眾接到闖紅燈罰單 覺得莫名其妙 一看警方附上了照片 車身顏色 廠牌型號 都不是自家車輛 再仔細一看 才發現是遠景 把車牌的最後一個號碼 上面的數字9 誤看成是8 沒有經過確認 就誤開罰單 只是數字看錯 真有這麼容易嗎 看看一般車牌號碼 數字9的左側下方 有明顯的留白 但警方開出了罰單 留白的地方 卻變成黑色陰影 讓受害民眾直呼太誇張 質疑難不成是有人 未造車牌 這個照片的話 因為它剛剛好有一個 上面剛好有一排陰影 也遮到8跟9的縫隙 那這種情況 在我們這邊來不算多 誇張的情形 讓民眾氣得提出申訴 警方發現錯誤 也趕緊撤銷罰單 遠景說 應該是照片上的陰影 正好出現在數字9的下方 才會讓承辦人員 誤認成數字8 以不小心開錯單 因為這個8跟9 確實是不容易分辨 那經過曾經人反例以後 我們已經發現有錯誤 主動把它撤銷了 警方除了道歉認錯 也對真正違規的車主 另外開出新的罰單 並要進一步約談 因為若是真的涉及偽造 最重可處三年以下 拘役或是500元以下罰金 只是在看看這張車牌照片 到底是因為拍照角度 產生隱隱誤認 還是真的有變造嫌疑 現在就等警方 進一步釐清真相 記者朱丁蓉 廖宜之 吉隆報道